婚礼前不久 原本说在出差的老婆 被我发现和她的初恋同居住在楼下 两人像热恋中的情侣一样 尽情地拥吻并把自己交给彼此 我出现质问 她却满脸不耐地看着我说道 结婚后我就只属于你一个人了 现在我只想在结婚前 在霍州池最后做一次情侣 你不要这个时候无理取闹 我满心失望地转身离开 并且决定取消精心准备的婚礼 她对我说的话不以为意 可当我真的没有参加婚礼 彻底和她划清界限后 她却后悔了 第一章 眼前的入户门并没有关紧 我站在门外 听着里面熟悉的声音 有些不敢抬手推开门 可里面两人黏腻的交谈声 还是一字不落地传入耳中 我真想把你永远留下来 要不你干脆别和江荀结婚了 她一个瘸子 哪配得上你说话的人 是柳如烟的初恋周池 而柳如烟 是已经和我领过结婚证 并且马上就要举办婚礼的老婆 我用手抵住墙面 有些紧张地猜想着柳如烟会说什么 江荀的腿 毕竟是因为我才觉得 我不能抛弃她 不过在举办婚礼前 我所有的时间都是你的 别提那些扫兴的人 她语气里的嫌弃 刺得我心口生疼 门内再次响起 他们口齿相撞 格外粘腻的接吻的声音 那也没剩下几天了 和我一起洗澡 今晚我可不会再饶了你 我钻紧了拳头砸在门上 本就没有关上的门 用力弹开 发出巨大的声响 打断了屋子里 身体紧密相连的两人 以及满是以你的气氛 柳如烟一扇半退 周池的双手 伸进她的衣服里 肆无忌惮地游走着 尽管刚才就已经猜想到 打开门会是什么情况 可亲眼所见的这一刻 胸腔里 还是涌进了一团怒火 柳如烟尖叫着拢好衣服 看清是我后脸上闪过一抹心虚 江巡 你怎么在这 她下意识将周池推进浴室关上门 随后快步走到我面前 看着手足无措的柳如烟 我忽然平静下来 这句话应该我问你 柳如烟 你为什么在这 七天前 柳如烟说公司有急事 必须要出差一段时间 我亲自送她到机场 看着她走进了登机口 我还记得她进入登机口前 抱着我依依不舍的样子 婚礼马上就快到了 我这一走 剩下的琐事 就让你一个人忙了 但这次项目真的很重要 我尽快赶回来 等婚礼之后 我一定抽出来时间 和你过二人世界 可我从刚才他们的谈话中得知 原来那天柳如烟根本没上飞机 在我离开后 她就和在机场外等她的周池 一起回了这里 和我们婚房一层置隔的楼下 如果不是电梯故障 我今天回来时走了楼梯 根本不会发现这些 柳如烟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直接转身去了楼上 柳如烟 你是不是应该跟我解释一下 刚才是怎么回事 她在我的质问下冷了脸色 神情烦躁地坐在沙发上 你不是都看到了 我们马上就要举办婚礼了 以后我完完全全地属于你一个人 但现在 我只是想在结婚前 在霍州池做最后一次情侣 我希望你不要无理取闹第二章 看着正在说话的柳如烟 我只觉得十分陌生 想要在结婚前 再和初恋做一次情侣 我显现没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她的话在我脑海中绕了一圈 让我觉得十分可笑 我摘下无名纸上的婚戒 扔在地上 嘴角一出一丝苦笑 当初因为就你断了腿 我不后悔 也从来没想过 用这点恩情道德绑架 让你对我以身相许 既然你觉得我是个负担 那三天后的婚礼取消 婚也离了把一个玻璃杯 用力砸在我脚下 摔碎弹起的碎片 从我脚腕划过 鲜血勃勃流出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这场婚礼 我邀请了多少有头有脸的人 你现在跟我说离婚取消婚礼 知道对我的影响有多大吗 你让我的脸往哪个 柳如烟不解气 抄起手边能拿到的东西 向我身上砸过来 烟灰刚直直地 朝我的右腿膝盖砸过来 强烈的痛感让我瞬间跪在地上 柳如烟眼神冷漠地看着我的腿 语气中的鄙夷和看不起 更是冰冷刺骨 这些年你一直都靠着我 你一个瘸子 离开我你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你想去哪 刚才的事我也已经跟你解释过了 你有必要一直揪着不放 四年前 柳如烟为了筹购创业资金 晚上在会所兼职卖酒 有一次他推销时碰到有人喝醉酒 那人对着柳如烟动手动脚 他担心反抗之后会丢了工作 一直忍着 直到那人当场撕扯他的衣服 才尖叫出声 我看到后 顶着舍己为人的一腔热血 不管不顾地冲过去 将柳如烟从那人手中救了出来 可能来会所玩的人 身份都不一般 结果就是 他们砸碎了我的右腿膝盖 敲断了我的右腿 这才愿意放我和柳如烟一马 事后 尽管我已经及时赶到医院治疗 可我被砸碎的膝盖无法完全恢复 断裂的腿就算恢复好后 也留有严重的后遗症 成了他们口中的瘸子 当时拿到诊断结果的柳如烟 抽抽叶叶地对我保证 他说他挣了钱 会带我去看更好的医生 从此以后永远都会把我放在第一位 从那之后 柳如烟经常跟我联系 我们顺理成章地成了情侣 其实在那之前 我就认识柳如烟 只是他不认识我 在一起后 我不止一次地庆幸 自己那天被拉着去会所玩 更庆幸自己冲上去救下了他 可当初救下他而留下的伤 现在在他眼里却成了拖累 第三章 刚才 柳如烟明知道我的腿伤 还是将烟灰缸朝我的膝盖砸了过来 我无法说服自己 他不是故意的 跪在地上缓解了一会疼痛 我才有力气撑着身体站起来 婚礼只是少了我 但你可以找任何人顶替我 所以对你的颜面 不会有任何影响 我冷静地说出这句话 像是一个旁观者 在给他触摸画策 柳如烟看着我咬牙切齿地开口 我确实可以随便找人替代你 可你只有这一次机会 我明白他话中的意思 如果我再不顺着他给我的台阶下来 那他就不会给我机会了 无所谓了 或许当初 我就不应该因为柳如烟对我的愧疚 就答应和他在一起 当初我答应和柳如烟在一起后 心疼他异于常人的坚韧 知道他还创业资金还缺一部分 我腿伤没好就兼职好几份工作 和他一起攒钱 后来终于攒够了创业要用的钱 可我的腿伤也变得更加严重 这些年来我一直围着柳如烟身边打转 连朋友都说我为了他没了自我 这次离开他 我想为自己而活 离开时 除了身后噼里啪啦砸东西的声音 柳如烟没有说任何挽留的话 不过这也在我的意料之中 这几年我一直在为了柳如烟 付出所有燃烧自我 我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工作和交际圈子 在他眼里 我生活的全部都在围绕着他转 我肯定离不开他 他认定我就算离开 也会灰溜溜地回头找他 可这一次我不会了 走到下一层时 周迟的房门开着 我走过时 他已在门框上看着我走动时 一瘸一拐的腿 神情高傲 如烟可不是你一个瘸子高攀得起的 诗像点就应该把他让给更适合他的人 说话时他微扬着下巴 眼神比翼地看着我的右腿 我停下来和他对视 同样语气嘲讽地开口 一个知道他有钱了 所以才转头回来吃回头草的男人 又好得到哪里听到这话 周迟脸上讽刺我的笑 消失不见 只有你这种人 才会用道德绑架的方式 留住一个女人 我和如烟大学四年的感情 可不是你以为的那么浅薄 不然他也不会再和你举办婚礼前 特意留出时间 和我过二人世界 就算你们结婚了 他心里的人也一直是我 他得意洋洋的往楼上走去 看过来的目光挑衅十足 第四章 我没有理会 一缺一拐地往楼下走去 当初柳如烟一天兼职那么多份工作 就是因为毕业后 周迟谎称自己得了重病 不想拖累他 提了分手 分手时 他借口治疗 骗走了柳如烟身上所有的钱 现在知道他创业成功 有了自己的公司 周迟又巴巴地贴了上来 就连刚才 我能发现柳如烟在他这 周迟功不可没 故意没有关紧的房门 和那些话 都是他故意让我听到的 柳如烟看不清他 可我能看得明白 但我和柳如烟之间存在的问题 却是真真实实存在的 离开小区 我直接打车去了医院 腿上玻璃滑出的伤口 以及经受二次伤害的膝盖 都必须检查一下 等包扎好从医院离开 天色已经彻底暗了下来 正当我犹豫是快速租个房子 还是在哪凑合一晚的时候 一辆车停在了我面前 车窗降下 是我大学时期的朋友谢南周 也是现在为数不多 还把我当朋友的人 他看着我这扶落魄的样子 视线极快地 在我包扎过的脚外上扫过 开口让我上车 一路上 他一句都没有提起柳如烟 也没有问我为什么大半夜 一个人站在马路上 无处可去 我难得心情放松下来 主动跟他说了 我和柳如烟 要取消婚礼的事情 他伸手在我肩头拍了两下 语气轻松地开口 早就想把你挖过来 跟着我干了 你这一身本事 不用可就埋没了 我这里有个重要岗位 一直给你留着 跟着我干怎么样 久违的尊重 让我难得笑起来 接下来的两天 我一直借助在谢南周家里 我找律师 帮忙你了离婚协议 婚内共同财产 我只要了当初 我给柳如烟的那部分创业资金 至于这些年 他开公司赚到的钱 我一分没要 拿到离婚协议的那天 刚好是举办婚礼的那一天 柳如烟给我打来了电话 他语气不耐 你人在哪 我的耐心有限 不要让我再催你第二次 我不过沉默了两秒钟 就听到他身边 周痴拱火的声音 要不我还是跟他道个歉吧 他消了气 就不会跟你对着干了 不过再怎么说 今天来了那么多人 这种重要的场合 他这样把你一个人丢在着 也太不为你考虑了 我听到柳如烟冷笑的声音 不用跟他道歉 如果我和你真的有什么 早就和他分手了 那还轮得他和我结婚 他如果不来 随便找个人 就能代替他 他们两个一人一聚 根本没有我插口的机会 我沉默着挂断了电话 随即将刚拿到手的 离婚协议的电子版 发给了柳如烟 离婚协议我已经拟好了 等你婚礼结束后 我们去民政局把婚礼了 第五章 再发信息过去 就是红色的感叹号 柳如烟把我拉黑了 我苦笑一声 拿起谢南州给我的资料 想分散一下注意力 可叮当作响的手机声音 让我无法专注 我下意识打开 就看到了好几条信息推送 立志女企业家和相恋 七年的初恋 举办空前盛大的婚礼 点开推送 入目是熟悉的婚礼场地 这场婚礼的细节 是我前前后后忙活了一整个月 一点一点安排好的 我知道这场婚礼究竟有多盛大 也期待了很久 就连在台上要说的副稿 都提前准备演练了很久 我以为我和柳如烟 会有一场任何人 都无可比拟的婚礼 可这些 全都在我发现柳如烟的 欺骗的那一刻 全部消散 被邀请参与这场婚礼的记者 抓拍了很多画面 柳如烟和周迟深情地望着对方 他们两个回忆着相恋七年 不离不弃的点点滴滴 我和柳如烟的三年 被埋葬在他们的幸福之下 我和如烟这七年 并不全是一帆风顺的 但我希望以后 我们能永远幸福地走下去 如烟 你愿意永远和我在一起吗 他们深情地对望着 柳如烟因为这一番深情告白 溢出幸福的眼泪 我愿意在剧烈的欢呼下 他们两个拥吻在一起 这段象征着真爱和永恒的视频 在网上被疯狂转发 所有人都羡慕他们 七年不变的感情 而我只觉得可笑 和他在一起三年 刚在一起时 我们互相相爱过 为柳如烟筹购创业资金后 我因为腿伤复发严重 很长一段时间 不能正常行走 我主动揽下了 照顾柳如烟起居的任务 早上他匆忙离开时 我已经为他做好早餐 晚上无论他加班多晚回来 我都在等他 我从来没有在他眼中 看到过一丝 他对我瘸了腿的嫌弃 可这一切都在周池 再次出现时改变了 他开始彻夜不归 开始因为我的存在而烦躁 他的口头禅变成了 你能不能跟周池学学 你什么时候能像周池一样 直到他过愤道 要在婚礼前 和周池做最后一次情侣 我原以为要在第二天 才能再联系上柳如烟 可婚礼刚结束没多久 我就收到了他发来的消息 回来 这条消息上面 还停留在我发给他信息 提示发送失败的页面 我看了眼时间 已经下午四点 就算我现在拿着离婚协议 让他去签字 也赶不上去明证局办理离婚了 明天再见吧 今天明证局快下班了 这句话刚发过去 柳如烟的电话就直接打了过来 第六章 到现在你还在闹脾气 你什么时候能不要再这样无力取闹 不是想离婚吗 那就现在过来 我过世不后 他执着地认为 我所说的一切都是在闹脾气 让我觉得身心俱疲 但为了尽快解决好我们之间的事情 我还是答应了他的要求 柳如烟没有换密码 输入原来的密码之后 入户门就打开了 柳如烟正黑着一张脸 坐在沙发上 他身旁的周池 正不一余力地抹黑我 开门声打断了 叽叽喳喳喳说话的周池 他们转移视线向我看了过来 江巡 今天你让如烟一个人在婚礼现场 险些成为那些人的笑话 现在过来连句道歉都没有 你究竟有没有把它放在心上 柳如烟默不作声地看着我 显然是认同周池说的话 为了让柳如烟看清我的态度 我毫不留情面地回对过去 如果我在现场 揭露你婚内出轨的事 你只会更加颜面尽失 既然你想今天就把事情解决 那就在这上面签字吧 签了字我们就去民政局领离婚证 从此之后 各自安好 我将已经签过字的离婚协议 扔在他们面前的桌子上 周池看到离婚协议几个字 眼神发亮 不过他什么都没说 反而当起了隐心人 柳如烟拿起离婚协议翻看几页 随后满腔怒气地将离婚协议 甩在我身上 各自安好 江巡 我真是小看你了 因为你闹脾气 差点让我颜面尽失 要不是周池帮忙顶上了你的位置 现在还不知道外边怎么说我呢 我都没发脾气 你倒是用离婚威胁起我来了 他生死历劫地质问着我 好像我才是那个 做了背叛我们之间感情的人 我蹲下身捡起离婚协议 早就已经习惯了面对他的质问 我声音平静地开口 不想签字也可以 直接去办理离婚也一样 我离开 给你就算结了婚 也要做最后一次情侣的初恋疼位置 或许是听出我语气中的嘲讽 柳如烟不可思议地冷笑了两声 他用力夺走我手中的离婚协议 速度快到指张划过掌心 拉出一道血痕 这点微不足道的痛苦 根本不足以掀起我内心的波动 离婚协议在他手中成了一堆碎片 柳如烟撕毁了离婚协议 也不同意和我去民政局办理离婚 直到今天我才发觉 他的无理取闹竟然让人无法招架 但现在比我更慌的是 等我倒台后尚未地周迟 眼看着柳如烟撕了离婚协议 还十分抵触离婚 他有些慌乱地上前劝说 第七章 如烟 他不就是要离婚吗 那你就跟他离婚 也好让他知道 他一个瘸子离了你 根本活不下去 他现在这样 就是仗着你心里有他 肆无忌惮地伤害你 你给他点颜色看看 后面有他求你复合的时候 他不断戳我是个瘸子的痛楚 言语犀利的指责 我没有把柳如烟 对我的真心放在心上 柳如烟斜灭着我 等着我像以前一样 主动低头道歉 膝盖上的伤 仿佛又痛起来 在周池再次开口的时候 我挥拳砸在了他脸上 怒火找到得以宣泄的出口 紧接着就是不断落下的拳头 我说的有错吗 江巡 你凭什么对我动手 你一个瘸子 根本就配不上如烟 只不过仗着当初救了 他的恩情喜恩图报 周池被我压在身下狂揍 反击不了只能用话刺我 我一拳锤在他脸上 掐着他的脖子警告 一个为了钱 尚赶着当三破坏别人家庭的人 没资格在这跟我阴阳怪气 栽在我面吵吵 我把你打成和我一样的残废 我一直都不是一个软弱 只会瘦气的软包子 这些年为了做好柳如烟的后盾 在他面前 我收敛了自己所有的脾气 但这不代表 我能任由随便什么人捏扁搓圆 我几乎失了理智地 掐着周池的脖子 他憋的脸 胀红亲子 我都没有放手 直到一个巴掌 用力甩在我脸上 柳如烟用力推开 压在周池身上的我 我这才坐在地上大口喘气 江巡 你疯了吗 就在刚才 我是真的想掐死他 是我主动找周池的 你对着他发什么疯 有本事你冲我来 柳如烟眼眶发红 摆出一副大无味的样子 我冷笑一声 慢悠悠撑着身体站起身 柳如烟 你是不是真的以为 无论你做什么 我都不会对你发火 柳如烟没有说话 但我从他的表情中 看出了他的意思 他觉得我不会像 对待周池那样对他 我冷漠地看着 小心翼翼浮起周池的柳如烟 继续道 就你做的那件事 不说我们已经领过结婚证 就算我们只是在交往 只要报给媒体 照样能让你名声敬毁 既然我心平气和地 跟你谈离婚你不接受 那我们就走法律程序离婚吧 原本的离婚协议上 我只要了当初创业资金的一部分 但走法律程序 夫妻共同财产 必然是要平分的 当初如果不是我 柳如烟早就毁了 更不要说什么 创业资金和创业成功了 这些钱 我拿得心安理得 可有人却不这样想 第八章 还捂着脸哀嚎的周池 像是抓到了我的把柄 大声叫嚣着揭穿我的真面目 本性暴露了吧 说什么离婚 你就是想拿走如烟 好不容易挣到的钱 在他说出这句话后 我直接上前 用尽全力踢了他一脚 他捂着脸的手 转移到肚子上 再也没有多余的力气挑逝 今晚我就会向法院 递交离婚程序 说完这句话后 我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 可柳如烟 却忽然丢下痛快哀嚎的周池 紧紧拉住了要离开的我 不行 我不同意离婚 今天婚礼 是因为你自己的原因 才错过的 我可以不和你计较这件事 但我不会同意和你离婚的 在柳如烟抓着我的那一刻 我就像碰到什么脏东西一样 用力甩开了他的手 我冷笑着看向他 将被他抓到的手腕 在衣服上蹭干净 离婚而已 我为什么要征求你的同意 如果不想你出轨的事情 闹得人尽皆知 就不要再闹什么幺蛾子 不然我们就于死网破 柳如烟看着我嫌弃的眼神 目光受伤 我没有理会他的情绪 若论起受伤 我比他伤得更重 无论是身体上 还是灵魂上的伤害 我没有再给他说话的机会 静止离开了装扮喜庆 却凄凉无比的婚房 离开之后 我觉得压在心口的玉气 都消散了不少 我甚至都等不及彻底离开 就站在空地上 用手机提交了离婚申请 看着手机上显示的 提交成功四个大字 我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走法律程序离婚 流程就慢了很多 当程序走到柳如烟那里的时候 他像是才意识到 我说的离婚真的不是开玩笑 他开始不厌其烦地给我发信息 你现在住在哪 我们见一面 就算你走法律程序 我也不会同意和你离婚的 香雪 你把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当什么 你凭什么要跟我离婚 快回信息 凭什么提离婚 他明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在周池重新找上他时 我不相信他一点没有看出来 周池的真实目的 但他没有损失什么 还能享受曾经抛弃他的初恋的追捧 所以他肆无忌惮 用听起来冠冕堂皇 又可笑万分的理由出轨 肆意消耗我对他的感情 柳如烟发的所有消息都石沉大海 得不到回应的他又开始频繁地打我的电话 我对此不厌其烦 烦躁地接通了电话 这一次 我没有给他开口的机会 柳如烟 你如果愿意和我好聚好散 我还能高看你一眼 现在你这样低三下四 求我不要离婚的样子 让我觉得更加恶心 这样的你 会让我觉得当初就错了人第九章 柳如烟沉默着 许久都没有开口 就在我忍不住想要挂断电话的时候 他才声音痛苦地挽留 我不应该不在乎你的感受 江循 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你能不能 不能不等他说完 我就说出了答案 我继续冷漠地撕开 他说的我们恩爱的假象 柳如烟 别再说什么我们之间多年的感情 你这句话让我觉得恶心 这些年 只有我对你的感情 和你肆无忌惮地消耗 既然你那么爱周迟 我把位置让给他 我倒想看着 没有我 你们是不是真的能走下去 我直截了当地挂断了电话 他也没有再打过来 没有柳如烟 不分时间和昼夜地打扰 我这次彻底投入到了 谢南周教给我的工作中 经过这段时间的休养 我的腿伤好了许多 虽然仔细看 还是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平稳 但丝毫不影响生活 更不会妨碍工作 我很快适应了工作 得到了公司所有人的尊重 而柳如烟却丑闻不断 自从那场盛大的婚礼之后 很多媒体都将摄像头移向了他 想挖掘出一些 没有人知道的信息 博人眼球 有人挖出了 柳如烟在小号上发的 我们领的结婚证照片 我和柳如烟是先领了结婚证 才决定举办婚礼的 他说想把公司办得再大一点之后 布置一场终生难忘的婚礼 有人截图那张结婚证 跑到柳如烟公司的官方微博下面 询问什么情况 更有当初为我们拍婚纱照的工作人员 爆料出了我们的结婚照 那场婚礼的热度还没完全消散 这件事被人扒出来后 截然不同的两个人 瞬间在网上掀起了轩人大波 柳小姐 你和你的爱人不是相恋七年对方的初恋吗 那这张结婚证上怎么是别的男人 所以前不久的那场婚礼是虚假的吗 你真正的爱人究竟是哪一位 短短几十分钟 柳如烟的官微下方 就多了几千条表达疑问的信息 其中不乏爱凑热闹的好事者 他们将前不久婚礼现场的视频 扒出来对比 而事实上 网友好奇的是 根本不需要当事人解答 仅仅只是过去了几个小时 网友就将我们这个三角关系 扒得清清楚楚 他们不仅扒出了当初毕业后 周池和柳如烟分手的真正原因 更是找到了一段 我在会所救下柳如烟后 被报复的视频片段 法院已经通知了我们私下调解的事件 只要明天调解时 柳如烟同意离婚 她完全可以拿到离婚证后 再发微博澄清 和我有过短暂婚姻 但早已经结束 但让我意外的是 就在事情不断发酵的时候 柳如烟竟然发微博 承认了我们的关系 第十章 指这一句话 不用她再多说什么 感觉受到欺骗的网友 就自发涌进她承认的微博下方 对她口注笔发 甚至有人扒到了周池的微博 上面堂而皇之地记录着 举办婚礼前半个月 她和柳如烟在一起的恩爱日常 结婚前 想和初恋再做一次情侣 这句话成了网友 嘲讽柳如烟和周池的名句 网友说出来的话 要比我跟她说的更直白刺耳 周池不堪受辱 澄清的话被群嘲 无奈之下 只能关闭了评论区 但柳如烟没有关闭评论区 也没有再澄清什么 我只看了两眼 就关闭了微博 柳如烟所承受的这些辱骂 都是成年人做错决定后 应该承担的后果 和我无关的人 我不会再多分给她一丝一毫多余的感情 第二天和柳如烟见面时 精致的妆容都掩盖不了她的疲惫 短短半个月没见 她像是老了好几岁 看到我时目光更是揉杂了惊人的后悔 江学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发微博承认了我们的关系 你看到了吗 她满眼期待地看着我 妄想我能生起心疼她的情绪 可是没有 网友言辞犀利的评论 只让我觉得畅快 没有等到我的回应 柳如烟动作着急地从包里拿出一张纸 我怀孕了 我怀了你的孩子 你不能这个时候跟我离婚 她急得快要哭出来 我心里也觉得像吞了一只苍蝇一样恶心 我夺过那张检测报告 怀孕是真的 可是时间不对 我心里憋着一口气 将孕蝇报告甩在她身上 冷眼看着她 你再仔细看看 这个时间 孩子到底是谁的 自从周知出现后 每次我们欢好时 她都会目光嫌弃地盯着我受伤的腿瞧 而且她很长一段时间夜不归宿 就算回来也说工作累要和我分房睡 所以孩子是谁的 不言而喻 柳如烟神情茫然又痛苦 颤着手捡起那张运检报告 我转头看向表情严肃的调解员 语气坚定不移地说道 你们也看到了 我不同意调解 直接走离婚流程吧 柳如烟却发了疯一样用力抓着我的手 任由我怎么甩都甩不开 第十一章 江巡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不喜欢周知那等今天回去 我就让她离开 我知道你现在在县南州公司帮她管理 如果你不喜欢在家里 那你也可以进公司和我一起管理公司 只要你同意不离婚 我什么都答应你 我用力掰开她用力到发白的手 一字一句打破她的幻想 无论什么 我都不可能同意柳如烟像是失去了所有支撑 向后跌坐在地上 调解失败 原本我们要等法院传唤 但当天晚上 柳如烟就发来了一份新的离婚协议书 原本我只要求的创业资金的一部分 在新的离婚协议书里 柳如烟将我们一大半的财产都划分给了我 第二天一走 我们就拿着签好各自名字的离婚协议书到了民政局 可在拿到离婚证离开民政局的时候 周知不知道从哪窜了出来 她先是关心了柳如烟一番 随后不经意地拿起离婚协议书查看 可当她看到上面写着 婚内大部分财产转移给我的时候 满眼震惊地看向了柳如烟 如烟 她就是为了你的钱才要跟你离婚的 你怎么能那么糊涂把大部分财产给她 那些都是你辛苦赚到的 而且 你把钱都给她 那我们的孩子怎么办 看到周迟 柳如烟双眼通红地推开她 我的东西 我想给谁就给谁 你有什么资格指手画脚 当初没有江巡 我现在一分钱都没有 究竟是谁为了我的钱才和我在一起 我看得清清楚楚 我也不会生下一个第三者的孩子 如果不是你 我和江巡也不会走到这一步 被直白地说是第三者 周迟仗红了一张脸 但她还是坚持到 不行 你为了我才走到这个地步 我一定会对你负责的负责 想要柳如烟剩下的钱还差不多 看着真面目彻底暴露的周迟 我冷笑着看向她 为了达成目的那么不要脸 我也是见识到了 但他们的事我不会插手 柳如烟难过地叹了口气 声音低沉地开口 财产转移我会交给律师处理 你走吧 我目光在周迟身上停留了片刻 但柳如烟身边有保镖跟着 我毫无心理负担地离开了 第十二章 当天 柳如烟就很信守承默地派来了律师 跟我交接财产 而我也知道了 从民政局出来的当天 柳如烟就去医院 打倒了他和周迟的孩子 任由周迟怎么反抗都无济于事 而周迟 在发现到头来他什么都没得到 跑到家里对柳如烟破口大骂 原本因为流产就身体不好的柳如烟 直接被齐云进了医院 出院后柳如烟起诉周迟 向他讨回这段时间他花掉的钱 两个人针锋相对 谁也不让谁成了圈子里的笑料 我不再继续关注他们的事情 用离婚后拿到手的钱 和谢南周商量着投资了一个新的项目 接手新项目后 没多久项目就有了起色 不站在柳如烟身后 我也能闯荡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之后的第三个月 我忽然又收到了柳如烟的短信 他约我在一家餐厅见面 看到他时我有些震惊他的憔悴 安安静静地吃完一顿饭后 他才说出约我出来的目的 不是为了求复合 而是想把公司变卖给我 曾经的事真的很对不起 我决定离开这里了 当初公司能办成也有你的一份心血 所以我想问你要不要合同 他已经准备好了 上面的价格远远低于市值 在合同上签了字 柳如烟又提出一个要求 你能不能送我去机场 三年感情走到这个地步 我也有些唏嘘 答应了他的要求 我只将他送到了机场外 没有陪他一起进去 下车时 我听到柳如烟小声地说了声对不起 我没有回应去车离开 头顶有飞机飞过 我掐灭了手中的烟 开车驶向另一个未来 全文完 来讨讨论吗?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